疫苗緩緩進入機艙 這是日本捐贈給台灣的124萬劑救命疫苗 滿滿的AZ疫苗 由日航JL809班機 從東京再往台灣 表定降落桃園機場的時間 是下午2點40分 這班機不在客僅在貨 是特別在運疫苗而飛航的 日本要捐贈疫苗給台灣 已經傳出好久 不過是一直到疫苗起飛前一天 日本外務大臣茂木敏充 才正式宣布消息 周日大使謝長廷也在臉書上表示 疫苗沒有上飛機前都還可能變卦 不得不保密到底 这段期間針對關心朋友的詢問 無法合盤拖出 終於等到疫苗上飛機 謝長廷穿着雨衣前往機場 確認疫苗順利起飛後才離去 更開心地與機組員合影 日本不顧中國大陸反對 用實際的行動來挺台 華語新聞 蔡宇志 黃銀成 日本報導 改正 8,20 ,